观众朋友们 这里是泰国纳空沙旺府吹胜线 WF五临风环球拳王争霸在泰国战的比赛现场 三十几度的高温 现场的精彩的比赛点燃了观众朋友们的热情 提升快 叫口卫王 感谢国际提升大品牌口卫王 金郎对本赛区的大力支持 那六十公斤级的这场比赛 蓝方选手来自奇胜博基俱乐部的一位年轻人 今年二十岁 身高一米六八 战绩两胜一负 一次KO对手 掌声游戏中国 张蓝队 本栏目由登陆香港销售的 君乐宝奶粉大力支持 本栏目由中国健康酒点赞 夜岛海王酒特约播出 五临风由国脉凤香 荣耀中国西风珍藏版独家冠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WF武林峰环球拳王争霸赛 泰国战的比赛现场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场 六十公斤级的超级战 决定双方分别是来自中国的张蓝配 1998年的1月1号出生 此刻在拳台上是身着蓝色短裤 戴着蓝色拳套 而他的对手也是来自泰国主场作战的 成能莱克 1998年的11月16号出生 178公分的身高 之前拿到了45战 32胜1KO的职业比赛数据 而作为张蓝配来讲 在拳新一代当中 也是出现过好几次拿重拳KO对手的经历 让我们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 24秒的时候KO查尔斯那场比赛 而且在WF香港战的比赛当中 也是战胜了泰国选手 在63公斤级的新人当中 在60公斤级的新人当中 也算是一位佼佼者 而他在组合拳上的优势 也是他制胜的法宝 不知道这场比赛 他会不会拿出 他的灵力的组合拳 果然 刚才一个很重的肌辅 还是要往前去压对手 对 因为在 这是一个非常具有表演性质的进攻方式 但是在比赛当中 并不能够收到太好的进攻效果 又是一个肌辅 对 今天张兰佩 在第一回合当中 已经有好几个后手的肌辅 达到了对手 对 在移动上 还是不断的向前去顶对手 低扫 马上自己的后手就上来了 这样拳跟腿的组合 也是张兰佩非常惯用的进攻方式 又是一个中扫 对 不要过多的进内围 一上来张兰佩还是在第一回合打得拼地十足 双方互给中扫 对 千万不要着急 接腿之后给了对手一个肌辅 哎 这一下没有必要了 尤其是一进入到内围之后 张兰佩非常的聪明 不跟对手做过多的纠缠 马上张开双手 实际裁判 双方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那这回合张兰佩与上来的进攻 打得还是相当的凌厉 尤其是自己前手跟后手的基辅 对 就像曼金头所看到的一样 也给自己带来了不少的有效打击 对 这个乐带表演性质的进攻方式 在现场也是赢得了很多的较好声 短暂的局限先续之后 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本场比赛的第二回合 好的 双方第二回合比赛开始 第一回合张兰佩与上来 的确拼得非常的凶 那在第二回合 应该适当的去把握一下 自己的比赛节奏和进攻节奏 刚才是扫踢 扫到了对方的支撑腿 因为其实本场比赛 对于中方运动员来讲 那么如何更好的去分配体能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比赛策略 因为之前他们所有的中方运动员 经过了15个小时的长途跋涉 是到了凌晨的2点 才达到了比赛现场 就像我们这次比赛当中 杨明的父亲也说到 真的是坐飞机坐到头晕 大巴坐到腿软 深夜到达之后呢 吃了点减餐 而且运动员还要经受 像减重和赛前的称重 那么最重要的是 在泰国的当地的温度啊 和我们河南郑州的温度 有将近40度左右的温差 所以作为运动员来讲 不仅是比赛的考验啊 更多还有客观因素的考验 对他们来讲 都是需要去注意的 所以在比赛体能的分配上 一定要做好 好的 裁判将双方分开 前内围之后 护给顶锡 对 作为张兰佩来讲 自己还是要发挥自己 在拳和腿的组合进攻上的优势 不要过多的进入到对手的内围 对于以往的比赛 和这场比赛相比较 张兰佩这边还是略显紧张 打的没有那么的自如 对手给一个扫踢 又是一个吉辅 顶锡 对于进入到内围之后 要抓紧时间跟对手分开 不要做太多的纠缠 又是一个后手 而又一个 的确因为我们 这一次泰国战的比赛 当地很多的 华人观众朋友 也是到达了现场 给我们中方的勇士 来加油叫好 所以选手们打的 也是相当的兴奋 丝毫没有 之前我刚才所说的 这些客观因素的影响 反而打的非常的主动 的确虽然是周车劳顿啊 但是能够献上一场 非常精彩的比赛 这也是我们所有的中方运动员 和中方的选手 想要去做到的 又是一个中嫂 对 从整个比赛的状态上来讲 同方 张兰佩 还是比较放松 双方第二回合比赛结束 刚才我们迈进头当中 是踢到了对手的支撑腿 而张兰佩今天在 拳法跟腿法的结合上 做得还是不错 这也是他一贯的打法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期待下 双方第三回合的比赛 好的 双方第三回合比赛开始 作为成能莱克这边来讲 在前两回合当中 自己在中远距离的进攻上 除了中位的扫梯和高位的扫梯 几乎没有 而进入到内围之后呢 也没有拿到太多的有效进攻 更重要的是 我们也没有看到 他在内围当中有太大的优势 所以在第三回合 成能莱克如果想要赢下比赛的话 就要在自己中远距离的进攻上多一些 对马上举手 对一进入到内围之后 张兰佩打得很聪明 没有跟对手做过多的纠缠 又是一个中扫 连续两个 张兰佩回一个 对 作为成能莱克 如果想要拿下本场比赛 在中远距离上 自己的进攻输出 一定要再多一些 又是一个中扫 连续的中扫 但是连续的这样的中扫 并不能够给自己带来 太多的有效进攻 基辅 对又是一个基辅 反撑腿 对根据比赛规则 是不能够来打击倒地的选手的 所以刚才 厂才也是口头警告了成能莱克 还是在寻找机会 张兰佩的确也是越打越从容 对进入到内围之后 马上要跟对手分开 又是一个底扫 正灯 的确成能莱克在本场比赛当中 在自己的进攻端 做的并不是特别的好 而且进攻的方式明显 显得有些单一了 斜腿之后给了一个基辅 进内围给顶西 张兰佩这场比赛打的还是很聪明 虽然在身高臂展上不如对手 因为成能莱克中足比他高了十公分 但是在进攻端 尤其是自己的进攻输出上 却一点也不输给对手 反而是在自己中远距离 尤其是拳跟腿的组合上 占了不少的优势 而且通过这样的过程 让自己从外围往内围打的路径 和进攻方式显得更为丰富 对 还是在步伐上压制 对手往前顶 刚才又是一个基辅 这一进到内围之后 成能莱克的顶西就上来了 但是郭树还是被盖兰佩挡掉 此刻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本场比赛的最终结果 通过慢镜头 大家也应该能够感觉到 在这场比赛当中 张兰佩整个的进攻方式 还是更为多元化 而且也更加的丰富 在这儿要恭喜本场比赛的蓝风选手来自中国的张兰佩 获得了本场比赛的顺利 恭喜 提成快 我觉得今天打得很乱 很着急 平常训练的 没有打出来 就是一直在想怎么去跟他劈 然后自己的技术感觉 会打出来 你觉得没有打出来的原因是什么 嗯 因为客场坐在嘛 然后比较有点紧张 就是 嗯 就有点紧张 就是没打出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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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